第一章 距离 天才战结束 不管是那位高高在上的九剑尊者 还是一千零八名强大不朽都直接离开 而罗锋等一千名年轻人却依旧停留在这 因为旁边工作人员喊道 请大家暂时别走 关于接大家去我虚拟宇宙公司全宇宙总部 还有一些事和大家商谈 片刻号 中央广场二号餐厅的二楼会议室 罗锋等一千人便坐在这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玛娜 身高约为两米六七 脖子上有着斑纹笑容可居的男子 站在会议室前方 微笑道 因为我虚拟宇宙公司要安排一艘艘飞船 专门去接你们 所以请大家在自己面前的纸张上 写准确星球地址 让我们去接 罗锋也拿起面前纸笔 开始写起来 潜污宇宙国 黑龙山星域 银河系 白蓝星 来自诸多宇宙国的一千名年轻人 都在写着 有必要吗 直接告诉我们集结地点 我们自己乘坐宇宙飞船过去 不就行了 对啊 没必要接的 多麻烦 人群中有人喊道 那台上的玛娜微笑道 因为旅途贯穿很多宇宙国 非常非常遥远 而民间的很多宇宙飞船 在暗宇宙中速度又慢 想要抵达我公司全宇宙总部 要很久很久 为了节省大家时间 自然是我们虚拟宇宙公司 专门安排最优等的宇宙飞船去见 这次在座的一千位 距离我们虚拟宇宇宙公司 全宇宙总部 最远的一位 距离大概是在15亿光年 玛娜微笑道 暗宇宙中和原宇宙 距离比是一比一千零八一万倍 就算一倍光速在暗宇宙中前进 也需要约150年才能抵达 记忆阶 原本还很热闹的会议室 一下子安静下来 连低头认真写地址的罗峰 也不由抬头 150年 天哪 150年 坐在角落的一位 长着类似狮子头的 兽人青年惊叹道 我乘坐宇宙飞船最远的一次 也才两个多月 这乘坐150年 宇宙实在太大 当初仅仅从地球前往球龙星 这还仅仅是黑龙山星域内部的 宇宙穿梭 就需要十天半月 这还仅仅是星域 星域之上 还有更大的星区 每一个宇宙国星区 都无比浩瀚 离那总部最远的宇宙国 达到15亿光年 并不夸张 如果大家要自己乘坐飞船 一 速度慢 需要时间太久 二 超长旅途的飞行 飞船消耗的能量非常惊人 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暗宇宙飞行 在一些特殊地带也不安全 会有宇宙星道 乃至出现其他族群的截略 在座的各位 安全很重要 台上的玛娜微笑道 现在民间的宇宙飞船 在暗宇宙中 优秀者速度 也就数倍光速 超长距离飞行 依旧要很久很久 罗锋点头 元宇宙达到光速 按照这元宇宙的运转法则 会直接将其传送到暗宇宙 暗宇宙中 速度有下限限制 却没有上限 只有你的宇宙飞船能承受 那么可以不断追求最高速度 一倍光速 两倍 三倍 你的飞船够好 在暗宇宙中 就能达到那速度 C级黑龙飞船 暗宇宙中 最高速度是 1.5倍光速 即使最高速度 15亿光年 在暗宇宙中 也要不断飞行 100年 都 采集完成 道道采光 落在每一人面前 纸张前 而后会议厅 前面出现一屏幕 屏幕上 是一巨大的星级地图 旁边还有一些 复杂的数字符号等 那马那一看 便转头看向 台下一千人 面带微笑 各位 你们写的地址 已经全部记录在暗 根据你们 一千人不同的地理位置 根据我们的 宇宙飞船资源 已经计算出 最佳接送方案 要多久 我们到公司 全宇宙总部 要飞行多久 下面不少人 忍不住问道 罗锋也眉头皱着 盯着台上的马那 150年 100年 不管怎样 都太久太久 因为距离远近不同 到时候安排宇宙飞船的速度 也不会一样 可以保证 让你们在同一天 抵达总部 马那微笑道 消耗时间大约三年 三年 这么短 怎么可能 那宇宙飞船 得达到多高的速度 才能三年 就前进 十五亿光年 在座的一千人 包括罗锋 几乎大多数 都是眼界很高 并非是井底之蛙 像罗锋 都参加过两届 潜污拍卖会 可依旧震惊了 三年暗宇宙飞船 前进 十五亿光年 代表在暗宇宙中 要达到五十倍光速 这简直是 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 C级飞船 一般都一倍多点 即使是E级飞船 也仅仅数倍 像罗锋得到的 机械族飞船 那科技含量 绝对比人类当中的 E级飞船强多了 可是那机械族飞船 在暗宇宙中 最高速度 也仅仅是 逼近十倍光速 我虚拟宇宙公司 给各位安排的 一律是F级宇宙飞船 台上的马纳微笑道 而且并非是 轻易能够购买到的 F级飞船 而是我虚拟宇宙 公司内部的特殊型号 F级飞船 内部科技含量 远朝各个宇宙国的 F级飞船 接近 沉默 傻眼 F级飞船 从陨墨星主人 呼延博 耗费无数代价 才弄到一艘 F级陨墨星号 很多不朽存在 都买不起 就能明白 F级飞船 是何等的昂贵珍贵 许多星域级帝国 如黑龙山帝国 整个帝国 都没一艘 F级宇宙飞船 而宇宙国 一般是有的 可绝大多数 F级宇宙飞船 按宇宙中 最高速度 是达不到 50倍光速的 变态 坐在罗峰右侧的 正是 满卡星的王子 满卡星王子 乌卡殿下 正盯着台上的马纳 咬牙低声道 真变态 竟然 竟然一口气 就派出 1000艘F级宇宙飞船 而且科技含量 这么惊人 我父皇早说过 虚拟宇宙公司 科技含量 是人类科技圣地 可也太变态了 人类族群 中论科技 虚拟宇宙 公司第一 甚至在整个浩瀚宇宙 无数族群当中 能够跟虚拟宇宙公司 比科技的 也屈之可数 可能也就机械族 等少数几个变态族群 马纳先生 这F级宇宙飞船 我们能不能买 有人喊道 对啊 能不能买 满卡星王子殿下喊道 这是我虚拟宇宙公司内部物品 各位是我虚拟宇宙公司核心成员 当然可以购买 不过也只能自己使用 不可转卖 如果要卖 必须卖回 给我虚拟宇宙公司 马纳我虚拟宇宇宙飞船太广贵 不朽存在很多都买不起 各位还是先别着急 认真修炼 等以后成为我虚拟宇宙公司的超级强者 公司内部或许会直接给你们免费配备一艘F级宇宙飞船 下面一群年轻人顿时撇嘴 超级强者 配备F级宇宙飞船 能够免费配备 那得达到何等程度实力 对眼前这群还仅仅是恒星级的小家伙们 的确太遥远 溜逼 罗锋忍不住嘀咕 嗨 疯子 旁边的满卡星少年 乌卡伸过头来低声道 别听这家伙吹嘘 天下没这种事 想得到肯定得付出的 这是我父王说的 不过我跟你说 这虚拟宇宙公司 绝对是人类族群的一个圣地 无数宝物秘法多的事 可惜没能进原始秘境 不过还好 我们进了太初秘境 好处也非常多 你以后就知道了 哦 罗锋笑着点头 通知一下各位 台上的马纳微笑道 天才战前一千名的奖金 现在正在发放 等会儿大家回去 可以查看一些账户 至于现在 大家就可以解散回去了 等会儿我们虚拟宇宙公司 会发送专门信件 通知准确接各位的时间 请各位都在你们所书写的地点准备 别到时候找不到各位 马纳随即一笑 那各位 陪陪家人朋友吧 很快 大家就得长期离开家乡了 热闹的会议室 一下子安静下来 是啊 得长期离开家乡了 这次前往虚拟宇宙公司 全宇宙总部 单单前往的路途就得三年 这还是虚拟宇宙公司 派出珍贵的F级宇宙飞船 专门来接 不得不说 面对浩瀚的宇宙 单单旅途赶路 消耗时间就很惊人 一道道人影 消失在会议室中 所有人都一个个离开 离开瞬间 罗峰意识又再度进入虚拟宇宙 直接出现在绑定点 黑龙山岛屿九星湾小区 呼 罗峰凭空出现在草坪上 自家草坪上却空无一人 都不在 罗峰摇头随即笑了 也对 我没告诉他们 今天天才战结束 天才战的巅峰对决 并没对外实施直播 而是等结束后 才会进行剪辑 弄出精美的宣传视频 以及一些战斗视频 进行转播 毕竟很多战斗 都是同时进行 进行得很快 老婆现在应该在他的公司 罗峰坐在草坪旁的椅子上 公司总部现在向搬迁到前屋大陆了 真够狠的 虚心本来就是事业心很强的 地球上开辟事业或许没太大成就感 所以进虚拟宇宙开辟事业 这虚拟宇宙是整个人类最大的一个市场 集结了1008宇宙国 近乎100%件精英 所以在虚拟宇宙中开公司的很多 虚心有罗峰的资金支持 本金够大 所以起步就很快 小海 平平 应该是前屋到场 或者是在虚拟游戏中 罗峰嘀咕着 老爸老妈 应该是在虚拟游戏中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爸老妈非常喜欢 这种类似画幅仙霞类的那种虚拟游戏 虚拟宇宙中 虚拟游戏有千万种 类似华夏仙霞类的游戏 或许名称略有区别 但是很多都很相像 惹得爸妈非常喜欢玩 老爸还喊道 小时候就想有这一天了 这辈子能经历各种虚拟游戏 真是痛快 爸妈高兴 罗峰自然不会多管 要走了 要离开家乡很久很久了 罗峰心情很复杂 他有点明白 当初红的想法了 哥 你回来了 忽然一道声音响起 远处一栋别墅的三楼阳台上 罗华正张望着喊道